针对染疫慰问金发放的问题 机动市长谢国良最后在机动市议会90度鞠躬道歉 由于机动市议会非常关心机动市政府发放染疫慰问金提出质询 部分市议员更要求市长应该履行证件承诺 编满编组预算发放给染疫的机动市民大约17万6千多人 而不只是染疫的中低及低收入户大约3000多位市民而已 这个染疫关怀车还有我们当时的新闻 这一切难道都是国良一梦吗 另外16万7千多人为了我们相同的处理 我们整体的预算是不是要编满编组 有一句俗语叫做一辆残雷的港湾汤 这在形容我们机动目前的市政预算的现况 这非常艰困的 你有一笔预算 但是你要同时兼顾这么多 有多少人是看到你提出来的证件 相信您说会发一万块给他 然后这个才把这票投给你 结果你现在在这个报告的案里面 知之未提 那我们现在的民众没办法领到 这个染疫慰问金一万块元 一块块钱 你叫我们请何以堪 市长谢国良也回应表示会虚心检讨 也解释因为当初提出这项政见时 是因为中央清零政策 之后中央因应世界潮流改为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因此从去年六月之后 他也公开讲过不再推这项政见 但是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当初我们的政府在清零 以及因为清零 所花出去来的很多政策也好 预算也好 其实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跟这些产险公司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相信政府对于清零的努力 跟花了八千多亿在清零上面的一个支出 我们认为国家维持一个清零的政策 的确是有机会能够做得到的 那我们也没有在愿说 为什么中央政府后来希望与全民病毒共存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世界的趋势 我觉得中央政府既然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那我们也充分愿意遵守 也愿意尊重 那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说 事实上我们在整体在调配上的资源 我们就要必须做重新的考量 针对市长的说法 不少议员可以接受和理解 所以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以你的经验来提供给市政府来做参考 不要一味的来指责他 你指责他 这个市政是不会进步的 若是要普发的话 要花多少钱 算一算的话大概要18亿 你还有很多的民生的一些各项建设 还是要处理 那本期是认为 刚才本期刚开始的时候讲 我能认同滚动式的整个来处理 不过议员张浩瀚要求市长做不到 应该向市民道歉 反而可以获得市民的掌声 我希望你可以大声的来跟我们的所有市民来讲 对不起 因为环境的不一样 因为政策的滚动 所以我没有办法实践 对当初 当初对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诺言 我相信这些如果谢市长愿意讲的话 我相信市民他们可以愿意接受 最后市长谢国良选择 鞠躬道歉结束这项争议 政策的评估上 没有去思考到中央的防疫政策 可能因为滚动式的调整 以致现在的很多政策 没有办法预期的来进行 我想我会虚心检讨 并且在这边跟议会的议员 还有市民朋友先道个歉 抱歉 议长童子伟决议时表示 攸关市民重大权益 还是要求市政府审慎评估发放对象 五月份定期会时召开专案说明会 以及编列追加预算 有关新冠肺炎懒疫慰问金字发放 攸关市民重大权益 请市府审慎评估发放对象 并于五月定期会前 一并召开长照及染疫慰问金 专案说明会 以及编列追加预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同时会运局的更新